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就是來到 我們可持續發展物業管理的研討會 大家知道我們香港聯合國教鋒民組織協會 和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 已經在香港地區推進可持續發展教育了 已經十幾年了 在這個全球努力達成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程中 也都不少的企業和專業人士的參與 因此學院和我們香港聯合教鋒民組織協會 也都請到各行業不同的專家 和我們一起來討論不同專業領域 與可持續發展的關係 來瞭解可持續發展理念 在各個行業的實際運作和實施 並且致力於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規劃實施的相關知識 傳達給更加多的人 今天我們請到 兩位物業管理行業的重量嘉賓 坐在我左邊的就是蕭惠軍女士 她也是中國香港地區商會的會長 也都是鋒馬 什麼行業的都知道鋒馬 就是CSDP 另外一位就是我們的李文廷女士 也是我們Modern Living Property Management 也都是中大建築研究員 也曾經在內地很多不同的城市 處理關於可持續發展的項目 都相當是有經驗的 我們今天三位女士一起來探討 就是關於物業管理行業 對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演繹和實施 物業管理大家都知道 跟我們哪個最密切相關 就是可持續發展目標11 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息息相關 說到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 大家都知道是讓我們當下和未來的人類 有更加美好的生活 而居住環境 對於美好生活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我相信物業管理行業 也都是從我們可持續發展目標 產生的初期在這個行業 都已經是備受關注的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你說得非常對 其實整個物業管理行業 是影響我們人類的生活 至關重要的 尤其現在在全球惡劣天氣的影響之下 如果你有颱風 你也知道在香港打颱風的時候 很多物業管理行業 很多朋友就可以放假 但物業管理人員都是要上班去 怎樣去抗颱風 尤其今時今日香港的疫情關係 物業管理行業的從業人員 都是一定要在最前線 去協助我們的市民 怎樣去抗疫 而事實上剛才說到 可持發展是為很多市民 或者人民 怎樣有一個更好 更安全的生活 那整個行業發展之中 我認為是對於物業的全生命周極 都是非常之重要的 例如在他的規劃開始 到他的建築施工 到他出租或出租期 在接管驗收 以至最重要的我們的後期管理 都其實跟可持發展息息相關的 我們很多時候都知道 你在規劃的時候 發展商或者業主方買了一塊地 很多設計師就為了要有很漂亮的外觀 他往往不會想到 後期我們究竟應該怎樣去營運管理 他忘記了保養的重要性 例如有一些超高層的大堂 我相信大家都會看到很多 現在連住宅樓宇的大堂都很高 或者商業樓宇的超高層大堂 但是在高層去高區的地方 燈怎樣更換 消防設備怎樣去保護保養 往往忘記了 到時物館接收之後 你要換一個燈彈 可能要花很大的人民物力 爬一個大高架 每天都是這樣做 所以其實這些不是不可以解決的 在設計的時候 譬如設計師多林 他是不是可以做定一些腳架 做定一些爬架 或者在一些二型樓的外圍 譬如圓頂 往往在圓頂已經很難去維護保養 可不可以做定一些路軌 方便我們的機械手機械臂 或者是人事外場去攀爬 這些在設計的時候 就應該去想 在施工階段就更加重要 我們的施工人員 究竟有沒有去了解 或者是執行正確的物料的使用 或者跟著的圖子去做呢 我們經常都聽到 香港有所謂的短裝 或者物料不符 所以在施工階段的監管也是很重要 當於說你在樓宇出售或者出租的期間 我們對於使用者 是不是有一些監管呢 是不是要 現在我們香港有所謂的DMC 希望那些業主要遵守一些情況 對於樓宇 但是在這個程度之下 是不是一定要告訴我們那些小業主 或者我們租客 你為了樓宇的可持育發展 你在裝修的時候 是用一些什麼物料呢 是不是一些環保的物料呢 或者你是不是用一些節能的設備設施呢 而接管驗收的時候 對於我們的接管驗收團隊也都很重要 他會不會去將設備設施做一次調試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有很多時候在施工的時候 有些設備設施居然是會做錯的 例如冷凍水喉和冷卻水喉是調轉的 或者冷水管和熱水管也都會調轉的 這些情況是會影響到後面的維護維養 以及所謂我們說的持續發展 甚至影響到安全問題 有很多電梯在安裝的過程之中 不是很標準 影響到後期的乘重 或者會產生噪音 而影響到整個電梯的壽命 所以在接管驗收的時候 我們都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調試的工作 至於後期管理又更加重要 因為我們有使用者之後 這個樓宇我們都會給到很多人去使用 我們有三個重要方向 包括在安全、舒適和方便 我們對於樓宇的設備設施 如何去維護好 而令到人在裡面安全 大家都不想突然停水、突然停電 或者停電梯、困獵 所以設備設施的維護都很重要 在環境方面如何令到垃圾更好處理呢 最近我們疫情發展也是因為有些垃圾 或者垃圾源的時候 影響到細菌的傳播 所以在整個環境衛生是要怎樣做呢 是要怎樣去處理這些垃圾呢 還有會不會有個量的危險品 或者化學品在樓宇裡面呢 這些都是影響到我們樓宇的安全 或者對於使用者的安全、舒適方面的 是的 非常之好 我們說Amy姐、特少女士 從整個行業生命周期來看 從開發商一直到用戶 跟著我們在整個管理執行過程中 會不會對用戶帶來一些安全、舒適 和方便的環境 我們都聽一下李女士 看看我們在現場 就是物館是實在管理的階段 也是我們的服務行業 我們這個服務業的生命周期又怎樣看呢 是的 其實剛才我很同意Amy所說 就是在物業和樓宇的設計的時候 究竟怎樣可以延續整個周期 令到它由設計、施工 到真的用家用的時候 然後真的用得到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留意到 尤其是在香港一個人口金密集的環境裏面 很多高樓大廈 又或者住宅大廈的設計 都是很相似的 尤其是可能是公共屋村 或者是一些資助行屋的設計 無論是在哪個地區 即是無論它在山邊還是海邊 你都會發覺它的樓層 又或者是它的座向等等 都是一模一樣 就是沒有考慮到不同環境而去適應的 所以變成了當我們在真的物業裏面 去處理一些環保政策 或者一些推行環保設施的時候 就造成了很大的挑戰 其實我相信在物業管理行內 其實大家都做了很多環保的措施 亦都是大家做得很熟悉的 而不自己做得不夠多 但我想如果在我們現在的層面裏面 可以分享三個方向 一個就是看哪些可以做多些的 一個就是哪些可以做少些的 還有就是怎樣可以使用大數據 去更加聰明或者更加有智慧去 去促連所有我們做的環保相關的項目 例如節能方面 其實相信用完之後 來關燈、關燈、關燈這些 其實大家都懂得做的 是做多些的 是的 做多些 但是我們會不會看本身 例如樓宇的設施 例如它可能燈槽裏面 是有三個燈槽的 但其實原來三個燈槽都不用 全部都一定裝光管的 我們可以裝少些 亦都可以達到一樣的照明效果 又或者是將那些燈或者光管 換成LED燈 另外有一些就是例如 我們經常都是對人 所以經常都要開會 我們公司其實現在就 在疫情之前 其實都已經不再 即是在任何會議那裏提供盡裝水 我們都會提醒離開會的人 或者可能自備水 我們有什麽需要的話 可以在Pantry 給大家 疫情之後 現在開會就更加形式不同了 很多時候都是市場會議 就簡直少了這方面需要做的事情 另外就是可能是一些 就是我們來物館 其實裏面很多物流裏面 就是需要運輸的 有些可能是用Currier 有些可能是用自己公司的車隊 其實這個過程裏面 也可以來看回 究竟其實在不同的 操作工程中間之間 其實來往的廁所有些頻密呢 需要運的是什麽材料 然後去制定一些路線 可以盡量減散車程 又或者來回走動的廁所 其實這個也是方便了 就是一來省時間 一來也是減少了車輪 在路面行駛所產生的污染等等 我們也都是在中間 其實做了很多協調 和大數據的工作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 就是這樣說 減少用水 或減少用電 這些其實大家都會懂得做的 但是爲什麽可以運用得有效些 或者是可能 其實根本不關於減少 或者增加多的事 而是有一些巧妙 轉一轉 其實都已經幫助了整件事 例如我們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 就是遇到都是這樣的問題 就是辦公室裏面 因為經常都會開冷氣 很多同事都會投訴 要不就不夠熱 要不就不夠冷 要不太冷 要不太冷 要不不夠冷 其實爲什麽大家都是 身處同一個環境 但是又有那麽不同的投訴 或者那麽不同的感覺 其實是否因為怕冷的同事 坐在出風的那個位 又或者是原來同事 他們坐在那個位 經常篩斜的這樣 那這些其實都是用一些 其他的方法 例如大家調一調位 又或者經常有篩斜 或者太陽 日照照得太強烈的那些方向 我們在那裏加多一道足鍊 去隔熱這樣 那這些其實都是很多 很靈活運用 去智能減碳 還有大家都是容易做到的 環保相關的措施 那我都知道科技 就是你剛才提到很多數據 那這些數據的實證 都是給我們在執行上 就帶來很多依據 那我們是怎樣去優化它 那我不知道 譬如在我們管理的一個物業裏面 那些數據是說 我們提供的服務裏面 就是當然數據的來源 有很多sensor 或者很多紀錄 這些紀錄和sensor 是否容易拿到的 其實是的 例如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可以用電 那其實電快單 其實大家都很清晰容易明白 知道來每個月 一個單位用了多少道電 那其實呢 現在是來香港的話 其實你在供應的電力公司 其實都會在電快單那裏 會有多幾樣資料的 例如就是全年用電量 不同月份的比較 那現在一般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用的用電量大概就是夏季的時候一般 而大部份因為多出來的作用 其實都是因為開了冷氣 那所以這個呢 其實都是給大家有一個預算 就是說 例如如果我真的要截難 我要做一個目標的時候 我例如想未來年 我想減3%或者5% 那究竟在哪些月份著手 還有如果是知道大部份的電力 都是在冷氣那裏來的話 那我就應該怎樣針對 有效去運用冷氣去減低用電量 那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從中做到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呢 就可能你 也都可以給大家參考的 其實可能記錄低 例如一個辦公室 那可能它或者一個單位 那它長期有用電的時候 可能是18個小時的 那究竟這18個小時裏面 那大家的同事其實是在哪裏開燈 或者用冷氣錄用得多呢 有哪些時候是用得少些的 或者出入的時間比較多 那其實這些數據呢 都是幫助到可以怎樣有效 更加有效去運用資源 也都希望有更加多的智能的產品出現 令到它沒有人 或者可以感受到有人的時候 它都可以自動關掉 其實是的 現在這些智能反應 如果那個地方 譬如小人 它就會那個冷氣會調回溫度高 甚至有一段時間 有剎半個小時的地方沒有人 冷氣直接會關掉 其實現在智能這些sensor的發展 其實是很有幫助的 我相信 因為我們其實都在講很希望 就是我們接下來 現在在講氣候變化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 也都有氣候變化大會 全球大家都在關注 關注點呢 除了說那些國家有沒有什麼承諾 給了一些資源出來去解決地球所有的問題之餘 也都見到每一個國家或者地區都開始設立自己的目標 自己的碳中和目標 所以都有了要碳達峰 要去到碳中和 每個從國家到地區 而香港我們都 雖然前幾年都有推進ESG 也都從一個選收題 變成了一個碳達題 是吧 一去到碳達題 當然大家有很多的訓練 有很多的標準出來 我們都想知道 譬如在物館這個行業 應對現在的要求 即是ESG或者桑泰 我們有什麼實質性的應對 在行業和對區承諾 是吧 其實你說得真是很對的 其實現在ESG在物館行業 已經是一個必修的過程 即是無庸置疑 譬如剛才大家都說到 因為全球的暖化 最新出來的數據 中國去年發覺全年的溫度 是提升了一度 這個很重要 我們都知道一度 其實對於整個世界的變化 無論現在潮水 水 或者是用多了冷氣 又或者對於人身體的影響 是很重要 而我們國家主席已經答應了 在聯合國大會上講了 各個國家都有些承諾 是的 我們那個商碳 就要包括在2030年 要做到一個碳達峰 在2060年就要碳中和 而香港都承諾了 就說2050年要做到碳中和 所以大家已經不同的行業 都在做努力 包括香港政府在鼓吹 利用一些新能源 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盡量去減碳減排 而物業管理行業 也正是能源用得最多的國家 最多的行業之一 因為有數字統計 很多商業樓宇現在是用能源接近20% 這個數字很龐大的 因為其實任何物業 包括商業或者住宅 都是人居的地方 有人的地方就會用能源 用水或者用其他的物料 所以樓宇管理都要去做更好的工作 在整個環境管理 正如剛才李小姐講過 我們怎樣節能 在這方面怎樣做得更好 現在更加要想一下怎樣去節能 又或者整個垃圾分類 很多人會不覺得 垃圾會影響到多少碳排 其實垃圾處理 你要去焚燒 或者去堆埋 再再會影響空氣質量 空氣質量影響 亦會影響到碳排放量 其實這方面 整個環境管理 我們不僅僅說你去節能 或者去節水 對於垃圾處理分類 都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知道 國家由前年開始 已經是立例 是發規了要垃圾分類 而香港說垃圾分類 說了二十幾年 但事實上成效是比較低 所以這方面 都是各人對那個重視性 不是很重視 所以都是需要更加多的宣傳 或者我們對於人類人士的培訓方面 而在整個社會責任來說 因為都知道了 物業管理行業 其實我們是服務著很大部分的人 你有物業就需要有物業管理 無論你是商業留意 或者是住宅留意 而這一方面 就更加會影響到物管公司 它的做得很羽滑 也會影響到整棟大廈裡面的居住人群 或者使用者 它們的社會責任更加重要 同時物管行業 也會招聘最多人的行業之一 會不會有大量的從業員 包括保安、保潔 或者其他跟它相關行業的人士 如果它對於人員的管治能力是不夠的話 或者不能夠給足夠的培訓這些人員的話 所以會影響到整體的管治能力 大家更加明白 在整個經濟環境來說 物業 剛才說了 第一它是招聘人多 第二它是收了很大量的費用去代管 同時現在國家或者香港 都推行了很多綠色的資金 是希望協助行業 如何去改善改進整體的環境管理 而另一方面 如果一個物業公司能夠做得更好 它能夠更加節能 其實相對是省錢 省了錢 又或者在整個環境做得更好 令到那些居民更加滿意的時候 在整個樓宇的價值 包括租金方面都會提升 這個直接影響到整個行業方面的財務 或者整個經濟發展 同時我們都認為 剛才我講了 更加要培訓員工 讓他們理解可持發展的重要性 和更加能夠對於使用者提供好的服務 否則我相信那些資源浪費了 可能就會被業主淘汰 是的 聽蕭女士這樣說 其實都知道的 物業管理 不論我們生活和學習都是離不開的 家裏也好 或者商業環境也好 工作 生活和工作都是離不開的項目 相信我們在現階段 我們現在列出了很多新的目標 當然也有很多新的科技 物館的改變 整個管理的行業裏面 或者具體物業管理的日常管理文 也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改變和轉型 這樣我們就可以面對更加多不同的持份者的需求 這一方面我也想聽聽蕭女士有些甚麼 其實我們作為一個日常 正在營運的一個物業管理公司 我們有沒有一些實踐性具體的措施 以及具體的行動 可以面對可能住宅或者商業 或者是學習不同的地點 剛才蕭女都分享到 就是在物館行業裏面 其實普遍都可能存在一個狀況 就是可能是很多同業都未必理解 現在我們所講的ESG裏面 規定或者是需要做的事情 更加可能是對SDGs 就是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可能是有聽過的 但其實未必知道其實有些甚麼目標 又或者未必明得了裡面有些甚麼目標的 其實作為我們尤其是在物業管理裏面 其實大家都是一個在前線管理著一個環境 雖然我們所講的可能是人居住的環境 這方面比較多 但其實都是作為一個環境的持份者和管理者 其實是大家對這件事明白多些或者理解多些 是對全世界的可持續發展是很有幫助 都是有貢獻的 所以其實在 例如我們在企業層面去實施ESG和SDG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在員工方面都做了一些工夫的 例如現在我們在ESG每年的報告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分析 就是究竟在公司或者對於企業來講 其實最重要是哪幾個SDG的範疇呢 那我們就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就不單只是在公司管理層做的 而是我們都想盡量 每一個員工都參與 就是制定一個企業的目標 我們剛剛過了這一年 我們就邀請了所有中層以上的同事 都有參與一起制定的 就是我們跟大家解釋 究竟那17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是什麼 如果在企業層面的話 其實大家最注重的是什麼 我就收回一個這樣的調查回來 而很有趣就是 其實在不同的階層 原來大家都同意有三個方面 在我們公司裏面 其實大家都覺得是最重要的 分別就是第四個可持續發展目標 就是quality education 第八就是一個合適的工作環境 和經濟的增長 還有第九就是有關於創新科技和基建 這方面的 然後我們再去問 深入問一些有心的同事 你們其實怎麼理解這幾個方向呢 或者他們理解這些方向 在公司實施的時候 其實是代表什麼呢 因為大家理解的可能是會有不同的 還有在實施方面 我們都會想盡量和員工 每一個同事他們的想法 我們都可以提供到 因為這個其實也都是正正是 令到整個企業一起去進步 或者是也都是令到整個行業一起去進步 一起去實踐 即更加有力去實踐 開始做發展目標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來就著這幾方面 去制定一些新的方向或者一些措施 例如我怎樣可以提供一些合適的課程 或者是一些培訓給員工 而他們也都覺得 除了是幫助到他們工作上面之外 亦都是對他們個人的發展 無論是事業上的發展 又或者是日常生活裏面都有用的 是的 即是有用的知識 而達至到一個 即是優質教育的這個目標 那又例如他們所說的 即是一個合適的工作環境 即是大家都是 剛才有提到的 就是一個安全消息的方便 即是這幾個範疇之外 那有沒有一些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做得到 令到大家在一個 這麼濃烈的物管行業裏面 其實大家都會很想繼續做 在這一行繼續做下去 而且覺得是有發展的空間 那有一個講一下發展空間 也都覺得有一個歸屬感 那自然其實整個企業 也都會分得更加好 那帶來個 無論是企業的實際的經濟效益 那也都是 即是有些利益給同事 那另外就是我們 也都是因為這樣 所以就去review了很多 我們日常工作的程序 看看有哪些 其實我們是可以增加一些科技 和創新的元素下去 就令到一些可能是大家 平時其實做開的了 已經做得很熟的了 但是又覺得好像做得很繁瑣的事 其實是可以用科技去解決 或者是用科技去做得更加好的 那這些都是我們在 即做我們的ESG和SDG的措施的時候 我們參考不同層面的員工的意見之後 就落實做了 那你們那個調查 即自己內部做的service 真是非常之好 這樣就可以知道 大家所有同事對SDG的認識 或者他們有沒有這樣 其實我們都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給大家來認識 我們余恩性似乎有遊戲 大家可以一齊來玩一個遊戲 我去到每一個Ghost 走不了的時候 你要講一下這個Ghost是什麼 其實有很多種方法 令大家去了解 當然最重要 除了我們了解了一些Ghost 所以要跟我們的行業去關聯起來 他要知道這些Ghost 其實我現在在做這件事 其實是在貢獻著 已經在推動著這件事 那怎樣密切去做呢 就要管理層 或者是我們在整個制定的執行的規劃裏面 就要讓大家理解這件事